无人继承巨额财产的八位明星 周润发欲将56亿家产全部捐出 第一位 关芝林 关芝林虽然美得不可方物 但感情生活却一直不如意 如今50多岁的她一直是单身状态 并且无儿无女 据说她的5亿资产一次会由弟弟继承 第二位 周星驰 周星驰的每一部作品 都能被称之为经典 但是因为没有老婆孩子 她拥有的大约60亿资产 无人可以继承 第三位 费玉清 费玉清是位很有才华的艺人 深受观众的喜爱 可年过六旬的她仍是单身艺人 20多亿的资产 也要面临无人继承的境地 第四位 刘嘉玲 刘嘉玲与梁朝伟虽然结婚多年 却一直没有生孩子 据说当时梁朝伟不想生 如今刘嘉玲已经56岁 生孩子的可能性也不大了 之前就有媒体猜测 刘嘉玲的8亿财产 很可能留给她唯一的侄子 第五位 李若彤 李若彤长得非常有女人味 是很多男人心中的梦中情人 她对待感情特别的认真 但遗憾的是 最终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 亿万家产也是不知道由谁来继承 第六位 周润发 发嫂当年怀有一个孩子 但可惜不幸流产了 周润发为了不让妻子再受此痛 便决定不再要孩子 因为没有后代 心怀大爱的周润发 选择在百年后将56亿身家全数捐出 以此来造福社会 第七位 刘青云 刘青云和郭矮明 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两人的感情一直让人羡慕 唯一让人感到惋惜的是 至今夫妻膝下无一而半女 第八位 葛优 作为娱乐圈中的实力派老戏骨 葛大业早已身家过亿 只可惜他膝下没有一而半女 以后他的资产也将不知由谁来继承 你想不想继承巨额财产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看到这个新闻 多谢 twis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